当当当当 武艺特地把粉条子从乡下进来县城玩耍了 有朋友说为什么老是把粉条子送到乡下呢 别看拉布拉多和金毛长得差不多 其实在胃养上还是要有很多区别的 拉布拉多从小的运动量就很大 适合在乡下疯狂玩耍 而金毛就有点懒惰 适合在城市里养 你们看粉条子是不是长壮了很多 不仅是运动量的区别 身体状态也有很多不同 拉布拉多主要是容易骨骼发育营养不良 而金毛身体比较肥胖 而且容易患心脏病 需要特别关注心脏健康 所以在胃眼上也需要有不同的专属营养 粉条子我一直给他吃的是皇家拉布拉多狗粮 避免了拉布拉多骨骼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 因为他比普通的狗粮额外添加了908毫克葡萄糖 黯盐酸盐 还有8毫克硫黄软骨素 呵护骨骼健康 另外添加了奥米卡3脂肪酸 让他的毛发看起来更加柔顺光滑 看辣子都流出来了 看都拉丝了 快吃吧 哎呀 你干啥呀 别酸了 那是他的专属品种粮 呢 你也有你的专属狗粮 不同品种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 金毛犬就适合吃这款皇家的金毛品种粮 特别添加了牛硫黄 EPA DHA 以及番茄红素 帮助抗氧化 有助心肌收缩 维持金毛的心脏健康 皇家品种粮是品种专属 更科学 更营养 也是CKU犬业俱乐部新来的狗粮哟 有人说对狗子这么好干嘛 我只想说 他们那么可爱忠诚 把医生交给了我 所以他们值得最好的